为什么出道十年默默无闻的诚意能战胜资本 成为如今的欢瑞太阳 2020年播出的古装仙侠剧流离让诚意在全网走红 他以精湛演技和经典的高能场面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认可 微博粉丝量迅速从百万升到了千万 有网友说 诚意把雨思凤演活了 也不多一分也不少一点 他也因此走红 被粉丝称为八月男友 成为今天的欢瑞太阳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这个年龄不大又长相清秀的他已经出道十年了 2010年因为被于郑选中在《唐公美人天下》里饰演一个小侍卫 他才正式踏入演艺圈 但他能接到的都是和男主不搭边的小角色 而在这期间 他也遭受了不少嘲讽和白眼 记得有一次某导演对他说道 你这辈子别去做演员了 你肯定不行的 这句话像针扎一样刺痛了他的心 不过成一并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疯狂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 证明自己是有实力做演员的 后来成一接到的每一个剧本 每一个角色都努力做到最好 让观众见证他的成长 就是这股不屈不挠的力量 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2016年 成一出演朱仙清云志 剧里饰演风神帅俊郎 一身傲气的林金妮 他演绎出色 气氛和人气 甚至强烈压制男主角李一峰的视觉台 这部剧也算是他古装颜值的转折点 也是因这部剧诚意 获得了不少人的关注 2017年到2018年这期间 也相继演了蒙重动作片 营救汪星人和网络剧《沐海前杀勤领神术》 就在2020年 成一出演先辖剧《流离男主》 自《流离》播出之后 剧中对玄机不离不弃的私缝一角 直接就突破了广大观众的心 十年的梦想 他终于成功了 初遇夫妇更是成为了天花榜 2022年成一 杨子主演的《陈湘如蟹》 已经播出又掀起热钞 更被平台称为现象级剧集 央视任正为报告 剧中成一一人分是三角 成一把不同角色驾驭得稳稳当当 电视剧播出第一天收视率 就达到9000万的高峰 但是成一并没有因此骄傲 又去挑战新的角色 在《陈湘如蟹》开播后 他又跑去拍《莲花楼》 真的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拍戏的路上 非常的闷 随着《陈湘如蟹》爆火 成一也迎来事业巅峰 成功晋级顶流 成为欢瑞太子 这两天《莲花楼》终于杀青了 全网热度据说达到10年 《莲花楼》官方 也更新了杀青剧照和官方宣布阵容的动态 如今粉丝们对这部都很期待 前几部剧《成一》总是伴随着美强踩人设 这次成一饰演的《莲莲花》 希望不要那么虐语 好期待《莲花楼》的播出 说说你最期待的主演是谁呢